美元指数则是在联准会主席发表谈话之后迎来跌审反弹 而新台币跟日元对美元的走势更是一度贬值 不过新台币最后收在31.932元升值了0.8分 对此专家指出虽然步入到降息的循环 对于亚币升值会是一大利多 但是由于汇率都已经先行做出升值的反应了 因此新台币跟日元的走势在未来仍有变数 联准会降息两码连得让弱势美元也成为话题焦点 在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后谈话结束之后 美元指数也从100.22低点回升至101.35附近 专家认为若美元指数重新站回102上方 才可视为强势反弹 否则长线来看仍然缺乏升值的动能 美元指数比较偏跌升反弹 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在于说前阵子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预期 其实把价格已经推到一个相对跟联准会昨天做的动作 已经相差不远了 如果说这个联准会继续往下做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降息的 这种降息循环出现的话 其实对美元指数是一个长期往下走的一个方向 专家指出美国就业数据成为接下来是否继续降息的关键 由于经济转望仅有微幅下调 虽然上调失业率预测 不过整体经济风险仍然未扩散 此次降息仍然能解读为预防性降息 形成美元震荡偏弱的格局 小摩也同样指出 美国庞大的债务负担是美元面临的最大威胁 但是美元依然保持着作为储备以及国际融资工具的地位 然而弱势美元也让亚币升值幅度受到期待 对此专家则是认为 美元对台币若能向下突破31.75元的震荡区间 台币的定位才会出现比较明确的强势格局 市场紧接着聚焦在即将登场的日本央行会议 也将决定短线上日元的走势 那台币其实在这个还没降息就已经有走升了 所以目前不一定会很快的反应台币或日币快速走升 那变成说要回到例如说有没有需要帮助贬值就出口 今天有这个台湾央行理监事会 或者是明天有这个日本的利益决议 那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本身放一些紧缩货币政策 或者是对于经济看好的方式来推动本身的货币走升 虽然长线来看 若联准会一循点正途的降息步调 对于非美货币汇率带来利多支撑 然而台币与日元在出口导向的影响之下 未来仍然要面临主要出口国家需求走弱的利空影响 记者赖非金熊如喜台北采访报道